那实际上要告诉你们 台长呢给你们讲的都是实话 我看到的事情都告诉你 他现在问的问题是说要捐器官 捐器官那么到底好不好 那么从人道上面来讲 人家 比方说这个器官他要死了 他把器官捐出来给人家 不是说帮助人家吗 挺好的吗 但是台长首先告诉你 我看到的很多的鬼 有的就是捐过器官的 捐了一个手出去 这个鬼出来看他的孩子的时候 就是没手的 还有的把眼珠子捐出去的话 这个鬼出来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孩子会吓得哭的 这个人眼珠子是没有的 听得懂吗 很多这个地方有个洞 就是这鬼来看自己孩子的时候 虽然他没有肉身了 但是在灵体上就少一个洞 就是心脏捐出去 就心脏没有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 从人道上来讲 人间的事情来讲 你可以捐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玄学上来讲 最好不要捐 还有有些人把什么骨灰撒在海里 或者怎么样 实际上应该是路土为安 因为爸爸妈妈的风水 会避孕自己的孩子 爸爸妈妈身上如果缺胳膊 少腿的话 孩子一定倒霉 孙子也会倒霉 听得懂吗 一个正常的人 过去身中讲起来 和尚遗孤 如果你身上残缺不齐的 就是你念上海生 连和尚遗孤你都没有资格做 听得懂了吗 所以最好不要捐 都没有资格做 最好有意义的 你怎么可以 对我 那种 你怎么可以